新的死亡意外台南市新市区呢 有这一个工地啊 那么当中有一名工人 爬到了混凝土浴办车要清理的时候呢 他的衣服不小心就卷进了 滚动的这个泥缝的 这个泥槽的缝隙啊 结果呢他因为衣服呢 没有办法及时的脱下来 也被卷了进去 等到其他工人上工的时候 发现他已经送命了 王姓公呢头被卷进半泥槽内 卡在夹缝中 消防队赶到现场 使用切割器把机械切开 试图救人 无奈工人被救出来的时候 已经没有呼吸心跳 混凝土浴办车内的小石块 以及半泥槽内都是血迹 这起因外发生在清晨 王姓公人到工地清理半泥槽 由于车子没有熄火 半泥槽持续的转动 工人在上面清理土石时 厚重的衣袖被卷进旋转的机械内 连工人也一起被卷入 半泥槽有些些水冲不干净 对 那心理半泥槽用手去拍 可能在拍的过程当中 因为泥槽一直在滚动 不剩衣袖 被捡进去就算被夹 由于当时天才刚亮 许多人都还没有上班 等到其他工人上工已经太迟 王姓公人不幸丧生 快过年了 家属必须处理后事 令人感慨 中正新闻 六干章 台南报道